嗨,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我们的影片 我们今天你看画面就知道 我们来聊的是永丰大户 数位账户在2022年上半年的权益到底如何呢 这个应该是大家很期待 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就进入我们的主题 那我们今天会用四个单元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优惠 第一个是他的权益直接分析给你听 第二个,如果我是大大的等级 应该要升级成大户吗? 这个地方会跟你解释 第三个,宝可梦都是怎么使用大户数位账户跟相关的产品 这个部分会跟你说明 最后一个部分是 如果你是新户,欢迎你上车 如果你是旧户,也欢迎你持续的来使用这个产品 我们都有这个不分清旧户的好康都准备好了 好,第一个 这个大户啊 2022年上半年的权益到底怎么样 你可以看我们画面上这个表格 左边的部分是2021年下半年 然后2022年上半年呢 我把它列在右方 那你看一下你会发现其实大大的等级啊 之前是需要加开大户头 就可以直接升大户的等级 但他现在呢把这个权益给拿掉了 所以你一定要跟这个永丰往来超过10万块 这个日均余额超过10万块的部分 才有办法就是成为大户的等级 那成为大户的等级有什么优惠呢 你可以看一下哦 这个在2022年上半年的部分 一样就是1到50万以内呢 都有1.1%的高丽火储 那么50万以上呢就是排高 排高大概是0.03% 所以这个跟今年 就是2021年的部分 其实是没有差异的 那唯一有这个影响的 其实就是大大的这个等级 大大的等级其实砍掉蛮多的 怎么说呢 往下看 这个回馈权益更动的部分呢 我们讲到刷卡的部分 因为那个存款的部分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 但是刷卡的部分 倒是有蛮大的差异 之前呢就是只要 你有这个大户数位账户 你没有放钱 你一样都是可以拿到这个 额外1%的加码 那这个1%的加码 在2021年以前 它的上限是300元每个月 也就是说你刷3万块以内 都是国内2%海外3% 但是呢在2022年开始 如果你没有跟永丰 有10万块以上的往来 那么你就拿不到这个 指定加码1%的部分 就是绑定这个 账户扣款的部分就没有了 但是大户的部分还是一样哦 大户等级呢 一样都是每个月 还是可以多拿1500块 那这个回推 大概就是一个月刷15万以内 都是国内2%海外3%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他只有把 比较少人使用的 大大的权益给大家掉 但是大户比较多人使用的权益 他还是持续保留这样子 好 那看完了这个绑定任务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很在乎的就是 七大指定通路 好 这个七大指定通路的部分呢 包括十一住行娱乐 然后还有就是宠物的部分 其实他这个 这些通路是大家都蛮喜欢的 好 那你也可以看一下 在2021年下半年 这个大大的等级 还是有每个月有300 就是你还是可以刷一下这样子 好 这回推大概是刷6000左右吧 好 但是呢 现在呢 从2022年开始呢 就没有加码了 所以呢 这个东西你就看得到吃不到 所以就蛮可惜的 但是如果你是大户的等级 好 一样 每个月都还是可以拿600 好 那缓回推 好 大概就是12000左右 所以这个部分呢 如果你跟永峰有持续往来 其实你的权益并没有砍到 就是都有的 好 那这个指定通路的部分 七大指定通路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跟上半年比起来 其实没有什么变更 反而多了一个Green and Safe 好 这个Green and Safe 在10的这一块呢 其实是永峰他们自家的 这个永峰生计的产品 好 一样也是做吃的 你可以线上order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一点呢 也算是不错 好 有新增了一个通路 那之前的通路 其实都跟2021年的 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并没有 就是缩减 好 所以这一点 如果你喜欢拿来做 这个比如说 买两厅院的售票 看电影票 或者是你喜欢叫 Uber is for Panda 其实都还是有 7%的回馈 好 那包括这个 我自己很常用的就是 我会拿去做旅游 好 旅游的部分的话 我会给予 这个部分就是最多 就是在多5% 嘛 所以就是7%左右 所以我会喜欢拿来订 这个旅行社饭店 那甚至呢 刚刚讲到的这个票券的部分 两厅院的票券 我也会去买这样子 好 这个是我个人都蛮喜欢的一些通路 还有像成品生活 IKEA 好 你有常去这些家具店 好 或者是这些生活风格店 你有去看的话 其实都可以考虑使用这样子 好 好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身为大大的你 应该要升级成大户吗 好 我个人呢 在做了一个简单的整理表 我给你看 你看一下 这个大大的等级呢 你存款只有 就是一元以上只有排高力度 0.03% 等于是什么都没有了 好 那刷卡回馈呢 只有国内1%海外2% 特权加码没有 所以 你如果只有大户数位账户 跟 他的这个现金回馈预期卡 他拿到的回馈率 其实不是非常的好 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用 所以呢 你可能就可以皮革别爆 不然的话呢 就是建议你要往上升级成大户的等级 那么你50万元以内有1.1% 这个很好用 那么 除此之外呢 就是刷卡回馈的部分 国内有2%海外有3% 这个也是相对比较有竞争力的 那特权加码的部分呢 就是刚刚讲的那奇大指定通路 再加上去就是最高有7%到8%的回馈 所以我自己的部分 我还是会持续的使用大户 因为我跟他往来有超过10万块 而且超出蛮多的 所以对我来讲的话呢 我不是大大的等级 所以比较不会有影响 但如果你是大大的等级 我会建议你就是 把一些你放在其他账户的钱 可能300040005000放一放 也许凑一凑之后 可能下个月就有直接到10万 那你就可以直接享有 永丰这个大户数位账户的完整权益 至少你是不会吃亏的这样子 好 那这边呢 怎么样才能够做升级 很简单 这个往来10万这个门槛呢 它包含什么 台币活存 台币定存 外币活存 跟外币定存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搭配它一些 那个换汇优利定存的方式 然后来把你的一些资金 去拿到一些比较优惠的汇率 或者是拿到短天期的这个利率 用这种方式 你可以来做多一点资产的运用 那iBand也是 iBand之前有介绍过就是 你可以拿来买ETF 不过它是它帮你配好的ETF 那它自己的手续费跟内扣费 好像是0.3% 所以这一点你要特别去注意 那基金也可以 那美股的部分呢 你要特别注意 这个美股不是指这个 永丰金证券的 封存股美股 这个是指银行方面的 付委托的这个交易 所以跟证券那一边 是分开计算的 所以这点不可以混为一谈 那包括就是你跟银行 买的ETF跟债券也是算在里面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 比较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 你放10万块的货存进去 然后这10万块的货存 就可直接享有1.1%的高利货存 这是最简单的 那最高可以放到50万以内 都是1.1% 算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一个金融产品 那这个段落呢 要跟大家聊就是 我都是怎么去使用它的 大家应该也很好奇 就是我到底放了多少钱在大户里面 来看这个画面就知道了 这是我今天做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去做的截图 你看左边 我的会员等级 其实就是大户的等级 这个就毋庸置疑 就是50万以内1.1% 然后呢 有20次的跨行提款转将 免手续费的次数 那海外刷卡最高8% 国内刷卡最高7% 这个没有问题 那你也可以放大看 我这边的外币存款 外币的部分呢 你看 其实我一直有在使用 比如说定谷的股息 有进来定谷交割 然后还有永峰卡费 其实都一直有在使用 那我的账上大概还有 13000美金左右 所以你乘以30左右就多少 大概快40万左右 所以我一定是符合这个资格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外币呢 其实是之前必备卡的时候 就已经有换了一批 这个外币的部分 然后我后来陆续有换汇 所以这个钱呢 放在账上就越来越多 那我都会把它拿来投资美股 就是透过封存股的美股 然后把钱就是吸出去 然后投到美国市场里面去 但是呢 这个你放在封存股台股跟美股的这个交易呢 其实就不算大户的这个等级了 所以你还是要另外再多放钱 再活存或者是定存 或者是这个外币的活存定存都可以这样子 那你看我台币这边就放的比较少了 这个台币的部分只有放1万块 就是有需要的时候 他会帮我做扣卡费 或者是要做这个封存股台股的定存的部分 这边也会扣这样子 所以我的这个放的就比较少一点 但是呢 你看我这个证券资产的部分 证券资产这边已经放了100多万 1049774 我实际放的成本大概是92万左右 那最近因为这个上上下下嘛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投资报价还不错 看起来就是大概13-14%左右 蛮好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目前 把钱放在大户里面的情况 你算了大概在1-200而已 其实没有很多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还蛮好用的 所以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我们现在仔细来解释 这个大户的等级 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 之前必备卡 它的超会等级 是20万台币等值的外币 所以那个时候我一口气就换到了 所以那个时候符合资格到现在 已经有超过一年多了 那只要我账上有这笔美金 其实我就每个月都符合大户的等级 所以也算是 一个额外的一个小小的bonus 这个是蛮不错的 那第二个 就是这个台币跟外币的部分 我常常参加的就是这个 换汇优利定存 换汇优利定存 它这个活动也蛮有趣的 就是它给你的是7天的年息 最高11% 你这样子换算下来的话呢 你如果用永丰 它的这个换汇优惠 大概是让美金是让分让1.5分 但是如果你是做7天的年息 做这个高利定存的部分 你大概可以换到 比如说你1000美金 大概可以再拿2.14左右的 这个额外的利息 7天的年息 这样换算下来的话呢 其实我让分大概是让5.9分 对于我来讲 比一般其他银行的美金让分还要多更多 我就觉得这不错 我换了比如说1000美金 绑了7天之后呢 拿到了102.14美金 那我就可以把它存到这个美股去 这个也是对我来讲 是相对便宜的一个做法 每天7天年息 大概是约当是让分5.9分 这个活动不见得常常有 但是呢 他们大概每一两个月就会举办 所以你就可以试情况来参加活动 然后你也可以符合这个大户的这个资格 我个人也觉得蛮不错的 那最后的这个 就是我的资产 其实大部分都还是从证券端这边出去 就是钱就放台股 放美股都有 台股大概放26万 美股大概放56 所以台股的获利率比较高一点点 大概是接近16% 那美股上下震动左右 大概是10% 所以两个相加起来的平均报酬 大概是13.5% 所以这个数字也算是还不错 大概放了一年多了 那最近就是每个月固定 就是放2000美金进去这个股市 然后大概台币 大概放3万块台币左右 用这种方式是赶快的去 加速我自己的这个财务自由的计划 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刷卡的部分呢 刷卡的部分刚刚有讲到 这个大户现金回馈预期卡 有几个这个不错的通路 第一个就是旅游通路 如果我要出去玩的部分 我会在旅行社 或者是饭店 包括这个温泉 温泉酒店 也是符合资格的 所以这一点我是一定会拿来刷的 每个月也可以刷1万20左右 这个回馈率蛮高的 那第二个是艺文票券 如果你常常去看两厅院的票 或者是有这个演唱会的票 在宽宏或者是年代 或者是拓远售票系统 其实你也可以优先考虑使用大户 这张卡片 那如果你一张卡片用不完 你还可以叫你身边的亲友一起办 两个人一起刷一起抢票 其实回馈率也蛮高的 那第三个是成品生活 成品生活不是指成品书店 而是它的这个整栋的成品 比如说成品信仪店里面 它的其他所有的专柜 其实都是成品生活 那我最近很常去的就是 成品它有一个咖啡店 叫Elite Premium 在这个新版店有开一间新的 然后之前的话是松烟店 那我去那边就是喝免费咖啡的同时 你叫个餐 其实用这张卡片支付 也是有奇葩的回馈 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 很喜欢用的一个通路 提供给你参考这样子 好最后的话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本年度的特案啦 本年的特案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不论新户旧户上车都有好看 如果你目前还没有 永丰大户数位账户 也非常欢迎你就是扫描 接下来的QR Code上车 或者是你到官方的网页去进行开户 那么输入本团指定代码 CTOPIA 那么你就可以来跟我领100积分 这很简单 就是你确定有上车之后呢 你只要登入大户的APP 然后首页截图下来 然后来回报 我们这个相关的回报资讯 就在我们下面 你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连结 你就可以来回报资讯 那回报资讯之后呢 我跟大户确认 你确定是有填这个代码的 那么我就会 就是email给你 给你100积分 你这100积分 你就可以在每个月的月底 然后来跟我领这个小气商品卡 或者是你要换LINE礼物上面的其他商品 都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是旧户的话呢 非常欢迎你就是加入我们的 大户Telegram群组 这大户第二个人群组里面 我基本上就是都分享永丰相关的一些产品跟资讯 那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在上面询问 其实里面有蛮多高手会帮你回答的 目前有大概4000人在里面 蛮不错的 那一样我们就是每个月呢 大概20号左右的我会在里面跟大家提醒 可以回报了 那你就可以拿到利息的时候回报 这个截图截图下来之后呢 回报到我们的系统里面 那这个系统呢 我会在4月的1号到15号之间我会做检核 确认是没有错的 这个数字不是骗人的 也是真的 那么我就会请正经好小天使呢 把这个积分给你 10万块的利息 就是可以拿到10块积分 那你如果50万是存一个月的话呢 以31天来算大概是467元左右 497元的利息呢 我就会给你50块的这个积分 50积分 50积分你就可以换小期50元 那这个活动呢 从1月份走到12月份 所以你最多可以领多少 就是50乘以12就是领600块 那600块你就可以换小期600元商品卡 真的不错 官方给你的利息你可以领 然后宝可梦的积分你也可以领到 这是蛮好玩的 也邀请大家就是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存钱很重要 存钱很好 也鼓励大家就是一起存钱 迈向这个财富自由之路 这样子 好 那就在这边先祝大家 这个新年快乐 圣诞节快乐 大户的1.1% 还是有的哦 那跨航体管的20次优惠 仍然是有的 现金回馈最高8% 一样都有 在2022年 大家再去好康 但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就是在下面留言 我看到我都会主动回复你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